伪女士与何先生是一对分隔两地的夫妻 他们结婚虽然已经有四年多 但真正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四个月 不过伪女士说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一直都很好的 伪女士说她和丈夫之间的矛盾是从她生小孩之后开始的 在一年前她生完小孩之后 因为她和孩子都需要人照顾 所以丈夫的妈妈正式地介入了他们的生活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她摊上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婆婆 她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如此强势的人 但是我们增进老人或者是心里面的一个包容的一个东西 有内心的一种修养还是需要有的 伪女士的丈夫何先生没有否认自己的妈妈有些强势 但她认为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妻子身上 实际上她老人家七十多岁了更像一个小孩 更需要人去关心更需要人去疼爱 能融入这个家就融入 实在融入不了的话那就算了 我说不放私权就放人 何先生说如果妻子要一味地和自己的妈妈叫劲儿 她只好放弃这段婚姻 对你妻子有一种路人甲的感觉 假如胡老师的老婆是一个天天的麻烦制造者 制造一大堆 我觉得胡老师她也会头痛 何先生到底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呢 他的妻子韦女士真的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吗 在这起由婆媳关系引发的夫妻矛盾中 究竟有着怎样的复杂性 我们的调节反对能否抓住问题的关键 为他们指明一条出路 让我们日目以待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韦女士 一位是何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来金牌调解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现在感觉生活快过不下去了 夫妻都反目了 这种情况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也不知道怎么相处 你说你们夫妻都要反目了 为了什么 跟我婆婆不合 你认为你们目前的状态是 她和你妈妈的这个婆媳问题 引起的矛盾吗 一大部分 在婆媳这个问题上 你能处理吗 你觉得自己处理的怎么样 我在中间是起一个调解的重要 起到了吗 我肯定去做过 而且是做了差不多快一年的调解 结果的话也不是很理想 我妈妈现在是已经七十多岁了 不管是从身体状况 还是一个人为的一个传统观念 和一种生活习性 很固定 一个是改变很难 第二个的话 越老 她也希望有人谈 有人关心 所以在婆媳这关系方面 你对你妻子的看法是 最主要是不懂关心 不懂真净 孝顺 不能够写心取地 就是要去体谅别人的一个感受 一开场 何先生就没有否认 自己的妈妈在处理婆媳关系上 存在一些问题 不过她觉得 主要的问题 还是处在妻子身上 不要抓住别人的小辫子 不要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而在那里斤斤斤脚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比较逃避的态度 就是不作为 伟一女士说 本来她和丈夫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但由于丈夫在她和婆婆发生冲突的时候 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使她感到非常寒心 而她和婆婆之间发生的事情 也绝对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跟你婆婆 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心里有不高兴 我认为在医院里面 第一个争执的地方 就是我剖腹产 我剖腹产了之后 她就一直 每天都唠叨 就是说你剖腹产 你不是好女人 如果你是好女人 就是应该好生好养 为什么说这番话 肯定是心里面有不高兴的 才说出来的 如果剖腹产的话 我花了一万 就是说住院花了一万块钱 这次还又说我 花了一万块钱 还不如就拿一万块钱 去买一个小孩回来 这种事情 还算是一个小事 我应该心里面 仍旧比较舒服 仍旧无所谓 我妈农村妇女 她就没有剖腹产的概念 她不知道什么是剖腹产 是吗 对 所以说她就觉得 生孩子一般都是顺产的 没听过 那她怎么就会认为 是不是个好女人 好女人不好女人 我没有听到过 你问过你妈妈吗 问过 她说她也不记得了 如果没说过 那么就是她在编谎言 如果真的说过了 那你该怎么做 我会向她道歉 她不会出来说一句话的 你想怎么样 就想怎么样 你们现在孩子多大了 一岁五个月 都已经过去一年了 这个事你们都没有解决 一直是在报面中 何先生说 她的妻子就是太爱记仇了 即便七十多岁的妈妈 说过这句话 也不应该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如果你真的爱我这个人的话 你应该会对我身边的人 也应该跟他们相处好 要爱屋及屋是吗 在何先生看来 如果妻子不能和自己的妈妈相处好 那便不是真的爱她 何先生这个爱屋及屋的理论 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 不过 妻子唯一是觉得 她和这个婆婆 实在是没法相处 接下来 她给我们讲了 她和婆婆之间发生的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有一段时间 没有奶给孩子吃 就因为没有奶 早上她老妈出去卖东西 把小孩喂好了 我就把小孩要好在那里 当时她有点吵闹 老人回来了 就听不着她吵闹 就叫我喂奶 我就说 我已经喂过了 第一 我已经不要打算 我已经喂过了 第二我就说 我还没吃饱 我没奶给她吃 然后她就马上说 你没奶给她吃 你把你的奶割掉吧 我听了 我也非常生气的 她妈跟我说什么 马上就会打电话给她 毫无保留 还会打电话给她 所有的兄弟姐妹 然后所有的兄弟姐妹 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 和态度 马上就回来 反过来就审判我 我老公审判我的方式 就是第一 不分青红皂白 第一句话就打电话给我妈 我妈这一句话就说得很简单 她也不是后妈 她怎么能够 无缘无故地不给孩子 被奶了 这就是一个理解问题 小孩 她在那里哭 不管她是吃饱了 还是没吃饱 你就说肯定有一种安慰 安慰了 她就不哭了 你们的观念是认为 不管她胃没胃过 不管孩子需不需要 不管你有没有奶 你应该有这个动作 来安抚孩子 对 你听到你妈妈说了这句话 你心里会是什么想法 因为我在出差 所以我也不懂 他们到底怎么个吵 或者是怎么个不愉快 就你妈妈会是这样的性格 是吗 会 我也会生气 你是说如果你是你妈妈 你也会生气 对 如果你是她呢 我就会想别的办法 去把小孩给安抚 在这件事情上 韦女士再次和婆婆 发生了激烈冲突 丈夫何先生继续认为 是妻子做的够好 如果妻子做的够好 毛罪便不会发生 调解才刚刚开始 何先生的态度 让调解员胡建云 忍不住插了一句话 在胡老师看来 妻子韦女士 在这两件事情中 的确受了很大的委屈 丈夫完全不应该 有这样的表现 你的心 没有宠妻子的一点意思 你要宠这个人 你才会出来帮她担当 对你妻子有一种 路人甲的感觉 实际上 真的是从上个月 才开始的 上个月 真的吵了一次之后 我真把她当路人甲 因为什么呢 因为 我也看不住了 我妈过来帮我们带小孩 她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一个尊重和礼貌 上班下班进家门 打声招呼吧 叫声老妈 我回来了或什么 或者是老妈 我上班去了 然后吃饭的时候 就说老妈吃饭 在这一点 她做的是欠缺的 是吗 对 老人七十多岁了 带小孩也很辛苦 她是早上七点钟 就是上班了 晚上要等到七点钟 八点钟才回来 连续带是很辛苦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回来的话 又看到你跟医生交付也不打 或者是一句好话也没有 我能不能理解 而且我还要做好放菜 等你回来吃 放菜的味道不合我的胃口 我还在那里说 我能不能理解为 你妈妈是 一是身体的辛苦 第二是心里的不愉快 对 维女士 你是不是像你丈夫所说的 对婆婆态度这方面 是做得不够的 开始不是 现在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吵架开始 从泡妇产开始 维女士说 在她抛妇产之前 虽然她对婆婆谈不上很好 但基本的礼貌还是有的 自从抛妇产 被婆婆说成不是好的女人之后 她的心中的确压着一团火 对婆婆也冷淡了很多 曾经她还想过 要找机会慢慢修复婆媳关系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让她觉得 她根本就没有办法 修复这种关系 我上了小孩之后 我把我那些报销的资料 拿到我们厂里面 给我们厂联报销 我就起得很早 我起得很早 我一直有点动静的话 那婆婆看我 就是看一个 反正看我 平时看得很紧的 只要我的门一响 门一开或者怎么样 她就时刻盯着我盯着 平时我上下半 也是盯着我没有人 你为止的 那天她就问 我出去干嘛了 我就直接跟她说 我拿东西去给我报销 然后她就说 你什么报销什么之类 你就是去找野男人 又说我这个孩子是野仔 要拿去做厌血做DNA鉴定 是她的 他们要 如果不是的话 就把我们都连出门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那当时气得不得了了 当时有激烈的冲突 吵起来了 吵得很严重 当时我就跟我老公 讲过这个事情 她就是 无动于衷 什么都当没发生 当没有听见 一个女人在家里面 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很多时候 也是要忍受很多孤独 很多寂寞 这种东西 如果就是说 我爱她 她爱我 我们有这种思想 有这种东西支撑的话 我也觉得过得去 如果这个男人 都这样来看我 或者这样子对我的话 我觉得根本就 没有办法去支撑 很有可能 关于这个野孩子 还是我老婆 首先提出来的 这个事情 很多时候 你就说 这个小孩 你们不用管了 这个小孩 只是我在外面 野来的 根本不是你们 你们合家的人 我妈才会接着这个奖 这是你自己的猜测 是吧 她有当着你的面 说过这种话吗 有 在什么情况下 说这番话 也是在不愉快的时候 因为我平时回家 陪她也好 陪家人的时间不多 缓解的一个力量 也是不够 但是今天给我 制造一出不高兴 明天制造一出不高兴 我也觉得很累 何先生承认 长期在外工作的他 没有充当好妻子 和母亲之间的沟通桥梁 自己也有一些责任 但要论责任的大小 胡怡妻子应该肩负更大的责任 因为在她的心里 妻子一直是个不成熟的女人 一直喜欢被人宠着 根本就不会主动的理解 和关心别人 在结婚的头两年 她一直是哄着妻子过来的 两年多的 每天打一个小时电话 加两个小时 童话故事给她听 想起从前的一幕 何先生对妻子怨气难收 自己在那里 一天去制造麻烦 天天都有插不完的事情 成年人吧 不是三岁小孩了 真的是 自己不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 不去跟别人一个交好 我就想问一句 你嫁到桂林三四年了 你有一个朋友吗 我的朋友四不多 我觉得交一两个就合适 然后我性格本身也是内向的 我也承认 不能就说你这没有朋友 就这么你否信你所有的 我们五个兄弟姐妹 还包括我父母 你跟谁没吵架 你跟哪一个关系好 为什么说跟她爸会吵架 跟她爸会吵架 她爸是那种完全听她妈的 她妈这种非常强势 而且就是掌控欲望 非常的强烈 她觉得我儿子 都能这么听我的话 来了一个女人 你要这样子听我的话 她就觉得我 好像拨打了某些权利 什么事情都不能听我的 那你感觉你自己强势吗 虽然我不能顺 其实我还是讲道理的 就说我爸妈他们年龄大 不好相处 思想观念成就 那你到我三姐家去住了一年 你跟我三姐处的关系怎么样 觉得她三姐还是很好 对我也很好 我认可 反正我一直感激 然后就说为什么 之后会跟她三姐不好 原因 不是我退休 我都每次住在她妈那里 因为我去她三姐那里住 刚开始住的时候 她妈就不让我去那住 但是我老公又让我去住 她妈不高兴了 住了一年之后 我们进房装修好之后就搬出来住了 她妈就要求我要给她三姐钱 我就说给 那么何爷那样说不给 三姐对我们那么好 不要用钱来买 但这种方法 我觉得那也是 那我请没拿 那我也可以采取 以后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大人请平时给三姐 小孩本来给个两百块钱 就用红包的形式来体现 然后下一次我们就给一千 他们家三个小孩 没打就差不多了 这种来的比较 那问题处在哪 大妈不愿意 见一次就说一次 见一次就说一次 每次都叫我给钱给她三姐 我受不了了 她妈妈认为是你不肯给 对 我就想要去三姐那里吃饭要给钱的 我都不如不去 那三姐为什么对你有意见 她妈肯定是 经常会在她门面前说嘛 觉得我对她妈不好 有一次我们去三姐家给红包 然后相互时间 她跟她三姐扯来扯去 那红包给谁 我也并不知道 到后来有某一天 过去了一段时间 她妈就说 你把那个红包拿去哪了 我就说我没有拿哦 你不要说我 她就一口咬 对你拿了 你就是拿了 她说就是给了你 我说你这个污蔑 我肯定心里面不说 然后我这两件事情之后 我是不爱去她三姐那里 我去她那里 她妈看不惯 她会觉得我吃到她三姐 喝到她三姐的 在三姐家 我妈她提到了 就说要给三姐一点钱 你完全可以答应的 好的好的 我给就行了 妈妈在你面前提过吗 提过 你有告诉你妈妈吗 我也跟她讲了 我说这个 这个钱到时候我来给 可是你自己刚才也说 你也跟你妈妈说了 但是你妈妈还是会说呀 时间不会继续多久啊 最多我就说个你个三次五次 就完了嘛 那连三五次我都忍受不了 你觉得她不应该理会妈妈这些 继续跟三姐还怎样是怎样 无论妻子和婆婆之间发生的是直接矛盾 还是间接矛盾 在丈夫何先生看来 都是因为妻子做得不到未导致的 对于妻子满腹委屈和痛苦的诉说 何先生根本无事 何先生这样的态度 让调解员胡建云再次打断了她的诉说 她在这个家里面争什么呢 真的是在家里面的一个声音 一个地位 对 她在家里是争地位吗 还是在家里争尊严 你要是看不懂她 你就会简单地把它看成一个麻烦制造者 我不懂不懂 就是在家庭里面的争严是什么 最简单的 不管是任何人 老人还是年轻人 在大家意见相走的时候 都不能去进行人身攻击 如果出现人身攻击 会让别人很恶然 很奇怪 很惊讶 然后很绝望 因为出现人身攻击 就说明在这个家里面 自己是没有任何尊严的 那大家如果是带着情感 去爱着对方的话 任何批评 其实都会让人家感觉到很舒服 但是如果出现一些 伤人的字眼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 你看这是老人家嘛 那我们就应该站出来 你可以批评她 你是长辈 但你不能去这样说人家 她也是我们要尊重的人 那好 妈妈改变不了 你也不好去讲你妈妈 没有问题啊 你比如说今天我就很渴望 听到你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没有想到我妈会这样说你 那有机会我要听心疼 听到我都很心疼 但是我建议你 根本我妈妈可以用什么什么什么的方式 这个你可以说的 我觉得这很多矛盾 很多争吵 是可以避免的 的确很多矛盾是可以避免 矛盾在什么时候可以化解 大家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我是解不开 你解不开可以说老婆真对不起 我没办法帮你解 所以我只能希望你自己好好调整 而不是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怎么自己想不开呢 你怎么能这么去想呢 你不能去怪她 假如我胡老师的老婆是一个天天麻烦制造者 制造一大堆 我觉得胡老师他也会头痛 如果他老婆能够是一个善解人意 这天下不是所有的老婆都善解人意的 而一个善解人意的老婆也一定是一个好老公爱出来的 我相信你对他是有感情的 但是你可能用力用错了方向 比如说你那个每天一个童话故事 你在那样一个时候 你给了他一段很美好的记忆 可是你在现实麻烦当中 童话故事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而你又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在和调解员胡建云与主持人张婷轮番理论之后 何先生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调解至此 我们决定给何先生的家人也做一个电话连线 何先生说 他的母亲不会说普通话 最好连线他的三姐 因为他的三姐曾经是他们家唯一和妻子相处不错的人 至今妻子对他三姐的评价依然不错 那么这位在妻子心中形象不错的三姐 到底又会怎样评价 弟媳伟女士呢 他不尊重老人 又不带小孩 父子儿子都不要了 孩子现在在哪呢 在老家 在老家是吧 父母带着 你们看到他对父母不好 是指他跟父母吵架吗 还是有别的 吵架也吵了 我们这边的人他提过都不理 他老人家没通过是不懂做的 你读了书的人你应该会中人的嘛 他老人家没有什么意见 你就老人家你就多喊他一句 他就心里就高兴了 是吧 他就是不喊不理 就主动一点 但是没有成长知道吗 主动一点热情一点是吗 是啊 把你带人家视察 现在就是 他就是那么回事 姐姐我问一下 你觉得就是你弟弟跟弟媳妇 他们两个人关系怎么样 我弟子最好最好相似的弟 他也找不了这么好的老公 好 谢谢你啊姐姐 好 再见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位在韦女士心中印象不错的三姐 对韦女士却没有一点好情 在电话中 三姐几乎没有表达出 对弟媳妇的一点好感 在和三姐的电话连线之后 心理咨询师李金婷拿起了话筒 李老师首先问了丈夫和先生 何先生 你这么多年跟你母亲相处得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对不对 对 那么请问 如果你母亲打了你两巴掙 你给自己的安慰是 那是我亲妈 对 打了就打了 对不对 是 如果你丈母娘打你两巴掙 你如何安慰自己 虽然不是我亲妈 但是我在长辈 我要一样会成精 你丈母娘骂过你吗 骂过 打过 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我没可能会去跟她争吵 或者什么之类的 好 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如果今天在这个现场 你妻子所言你母亲的行为属实 那么你母亲跟人的相处显然是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你以你忍辱负重的方式 与你母亲相处了几十年 相安无事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你可以忍 因为你能忍 所以你认为别人也应该能忍 不是这样的 我妈跟别人相处很好相处 今天就从电话里边你三姐说话的方式 依我的感觉 我也不认为你们家人会有多好相处 就你三姐在电话里边说话的那个方式 没办法带给我们说 我们从修养上 从亲情上 从大局上 你从哪个角度 让我能感觉到你三姐是一个多好相处的人 因为你能忍 因为你认为你有修养 所以你要求你的妻子如你这般 可以忍 可以这样孝顺 你妻子不是在你家庭当中长大的 她也没有必要完全去用你的方式 来处理问题 老人难道她七十多岁了 她不应该知道她说了伤人的话吗 就因为你们家人可以逆来顺受 所以你妈一辈子可以就说这种伤人的话吗 你知道那话有多伤人吗 就因为你们家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妈 她说话是伤人心的 比刀子还厉害 所以你妈妈才可以这样四五忌惮地说下去 所以才不能最终地解决问题 你知道吗 忍不是解决问题 何先生看得出来你实在是无力招架这些鸡灵狗碎 一地鸡毛 我看得出来你已经是 激进了走入到婚姻崩溃的边缘 他们的婆媳关系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强行捆绑住在一块 为什么不能够说你调整一下工种 或者说请个保姆 或者再想些更实际有效的一些方法去改变现状 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 不代表她可以不强势 也不代表她不刻薄 说话嘴下是要留得的 而你呢 你在极力地轻描淡写地去维护着妈妈的一些言辞 维护着她的形象 我觉得你的种种言行里面都透露着一种 于衷于笑的迂腐的气息 你一直在强调老人七十多岁了 很可怜他也很辛苦很不容易 对 我们是应该尊重老人 但是当你容忍老人对小一辈的尊严的践踏 当你纵容你的家人在抱团孤立他的时候 你还觉得你在举着道德的大旗 你要求他也这么做 你这不是在实施道德绑架吗 所以我想跟你说 你在充分行使担当着你作为一个孝子的角色的时候 不要忘了 你还是一个丈夫和孩子的父亲的身份 何先生 在您的心里面 身边的韦女士 可能是一个曾经你可以在电话当中 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童话故事的女孩 也是一个和你母亲产生对立的女人 是一个给你带来麻烦的当事人 到现在你说已经成为了一个路人家 在你的心里面 他从来没有成为过你真心去要呵护要宠爱 要去理解的妻子 所以在处理家庭生活包括婆媳矛盾上 看起来是婆婆和媳妇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 但是归根结底关键 其实我觉得还是在男人的身上 你应该是起到一个平衡 调节润滑 调剂的作用 你看你今天这个表达上语气 好像是很温和 但是你的内心还是非常强硬的 你有非常强势的一面 非常非常强势 也很执拗的 就从你对这个韦女士 你认为两大你不可饶恕的两点来讲 第一点你认为韦女士抓住小事不放 第二点你说她应该爱无己物 路相随俗 你觉得那些是小事吗 当一个女人真的在一个家庭当中 一个家族当中 她都找不到自信和自尊的时候 被贴上人品恶劣 坏女人这样标签的时候 她是举步维艰的 可是你却要她无条件 无底线 无原则的去接受这一切 在你心里没有真正的 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 把她当作自家人来看待 你根本就没有把她融入进来 所以真心希望您多理解 多换位思考 多去感受他人的感受 观察员李金平 吴俊和李凡都指出了 在丈夫和他的家人身上 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三位观察员看来 妻子韦女士 今天在婚姻中的痛苦 和对未来生活的迷茫 与丈夫和亲人的态度 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过观察员廖阿姨确认为 在妻子韦女士自己身上 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一个男人 一直在外面辛苦的打拼 努力的赚钱养家 可是他的心不安啊 人在外心在家 他总在想 我的老婆和我的老妈 今天又会怎么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来讲 有时候你真的要反思一下自己 你呀不服输 有点自我 喜欢爱讲道理 这就是不管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是善意的 一定会受伤 而且你会遍体淋伤 因为你会很在意别人 说的每一句话 冷静的听对方说说他的感受 关注对方的感受 不管是你的婆婆 还是你的家人 还是有你跟朋友 今天我觉得关键的问题 是你们夫妻两个人 不被沟通的问题 这是关键 但是责任全在你丈夫 全在你婆婆 全在你姑子家人身上吗 你要学非反思自己 在观察员廖阿姨看来 常年在外辛苦打拼的丈夫 肩负着家庭主要经济开支的重任 很不容易 妻子也应该理解一下丈夫的难处 对丈夫的家人多一些包容 那么调解员胡建云 最后又会如何来解读 这起牛婆媳关系 与他的夫妻矛盾呢 胡老师是否有办法 化解这起矛盾呢 理论上来讲 你们家的事情 挺简单 挺常见的 唯一不太常见的是 我感觉到你没有预备好说 我的妻子其实也有挺大委屈 那我迁就一下她 来我今天来理解一下她 其实你只要做到这一点 恐怕你说三句话四句话 我可以说你老婆就出风了 我们就不能说一声 你可能有问题 我也有问题 我们都听一下 看我们是不是都有调整的地方 你真的是受到某种观念的影响 太重视表面的东西 所以包括在家里面 你会很期待你的妻子 入乡随俗 然后自动消化 在家里面的这些郁梦 那人家有委屈了 自己消化吧 你要是消化不了 你不要给我添麻烦 不能这样去处理 过去关系 你是家里的丈夫 和儿子 你有义务 站住在耐心的 去了解问题 去看一看 每个人的委屈在哪里 承担你能承担的 千万不记住 不能把这一种道德理论 变成杀人的刀子 家庭生活 真的是需要大家重视 不是可以用敷衍的态度去对待 那么对文女士这里 我也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注意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你先生他的工作 可能确实是比较忙 或者说比较辛苦 所以他会觉得在家庭里面 渴望自己的妻子 能把问题处理 那么从客观上来讲 在他的角度来看 你是没有处理好 所以他心里面也有失望 然后你也看到 他不是说一点都不尽力 但是他确实显得简单一点 但是确实是两个人 是要相互去帮衬的 你这一边怎么样的 尽量去分担一些 第二个的话 你这位婆婆 按你的描述来说的话 确实是挺难相处的 但是你要坚信一点 人心都是肉掌 如果说他能对自己的儿子 有时候也能够正常 那我能不能绕开呢 我不要跟他正面 我迂回去获得其他人的理解和支持 同一战线 妈妈这一边我该做的我做到 给自己一定的时间 给这个家庭一些机会 按照胡老师的意思 只要夫妻双方能够同心同力 处理好婆媳关系也并非不可能 当然这里面身为丈夫的何先生 无疑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 条件至此 胡老师决定进入密室环节 密室中我们首先派出了擅长做思想工作的社区老民警陈华 和观念比较固执的何先生进行共同 你听了这么多 就是在处理这个夫妻关系 这一块 还有帮助你爱能处理夫妻关系这一块 你有个什么想法 我想知道 像我们说的 我们能够抱成一个团 不是我们主动去把你顾虑起来的 我们也那个微信家那个群 也会有创建一个家庭的群 我拉了他两次进去 他就退出了两次 何先生说 其实他的妻子也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 他曾经多次想让妻子融入他们的大家庭中 可是妻子一直很反感 他也比较头痛 我觉得你内心呢 在处理婆媳关系这方面 你还是要有信心 我感觉到你信心不足 但是我能理解你信心不足的原因 是因为你常年在外 你可能就是说边场莫及 你的手伸不到那里去 如果说你在身边 你也觉得处理不了 何先生说 他现在对处理好他妈妈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完全没有信心 因为他的妈妈也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 再说年龄又大 他不便多说什么 如果妻子和妈妈长期在一起生活 肯定还会闹出更大的论盾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妻子辞掉工作 自己来带孩子 减少和妈妈之间的相处 这样或许还有办法 慢慢地缓扰妻子和妈妈之间的对立情绪 这种方法可能经济上 稍微辅导的收入去 何先生说 以他现在的工资收购 妻子几年不工作 在家安心带小孩 他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何先生的这个设想 也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是他的妻子唯女是能够接受吗 面对观察员李凡 维女士直接否定了丈夫的这个提议 她说如果她真的辞去了工作 生活在丈夫家 她将没有任何安全感 得知维女士的这个想法后 李凡又给维女士出了其他的主意 威女士说 在请保姆带孩子的问题上 她的丈夫也听从她父母的意见 这让她无计可施 她现在只想逃离这个让她感到窒息的家 你也不要太固执了 现在男方的丈夫已经在这个有意识的 知道了自己的问题 而且愿意去悔改了 愿意去改进了你 不给她这个机会 那我们今天到这来不白来了 而且小孩现在还笑 那如果说你现在分手的话 我本来就一直想着小孩现在还笑 对啊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很难过的 但是你以为我没有选 没有然后嘛 其实我也要选 我也要赶 是啊 我们都知道啊 所以刚才发言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是象征你的 是不是 在观察员李凡的耐心劝说下 威女士最终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回到现场之后 何先生对妻子的态度 究竟会不会有大的改变呢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主要不是来 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 应该是得到一种解释 为什么生活过成这个样子 身边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你今天有了你自己的答案 所以大家很希望你们还是朝前开 你看这个爸妈妈可以慢慢地不跟你们住在一块 可以留点空间时间给你们去磨合 你们俩 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也不是很有经验 慢慢记得经验嘛 慢慢地可能就会找到怎么跟对方相处 那也有这种调整的空间 希望两位能够先假设对方是对的 对方有些建议我是可以听的 然后朝前走 所有的一切我们把希望更多的 就是放在何先生身上 是我们一个真诚的建议 好吧 我再继续努力一下 他有委屈 他有不开心 我都能够理解 那你能不能为他呐喊一下 可以 老婆的老婆我来管 你们不能对他这样 你愿意这样做吗 愿意 我不希望将来我的孩子 在那种丹青家庭里面长大 不希望那种无可顾量的那种 性责上的偏差 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 何先生对于你们将来的生活 何先生的安排是什么 一家人还是要和气一点 相处要好一点 夫妻的一个关系 和小孩的一个抚养的一个事情 大家都应该重视起来 小孩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我们自己带吧 威女士愿意这样吗 愿意 这个工作还需要他辞吗 还是请保姆还是什么 辞职回家带小孩 你还是希望他能够心自带孩子 是吗 对 你愿意考虑吗 考虑一下吧 在调解的最后关头 何先生的一番表态 让妻子为女士坚持离婚的心 有所松动 他甚至愿意重新考虑 是否要辞职带小孩的事 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 对丈夫还是有爱的 只是他没有感受到 来自丈夫的爱 调解结束前 何先生主动地走到了 妻子的身边 拉起了妻子的手 老爸 你这些年的付出 我知道 我知道 真的知道 你为这个家 真的也是很辛苦 受了一些很多委屈 我也能够明白 我也很努力地去想从中 化解 减轻一些你的一些辅导 也许我的方法 用得不够到位 或者是精力还不够到位 所以我希望 以后大家还是 再一起努力吧 用心去做 何先生的这番话 终于打动了妻子 看到韦女士 主动拥抱丈夫的那一刻 我们似乎又看到了 他们未来 幸福生活的双方 希望何先生和韦女士 这对年轻的夫妻 在这次调解之后 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 学会用爱 去化解家庭关系中的 种种矛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